游客到大陆福建观光旅游 大多会选择到明北福州、闽南厦门附近景点 其实福建西部的许多客家县市 除了有美丽的山水景致 还有浓厚的客家文化风情 这次2018台湾媒体清新福建行 主办单位海峡电视台 就安排媒体记者前往米西一带山区县市 品味优雅浪漫又充满历史氛围的客家文化 以上航线的李氏大宗词来说 这座祭拜客家入敏始祖李火德的宗词 被国务院核定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不仅让台湾的新闻记者 了解到它重要的意义跟作用 连大陆本地的媒体也深深体会到 客家文化的远远流长 这一次清新福建行的主题是 客家园两岸情 两岸的记者朋友 一起参访这一些李氏大宗词 客家的主地 还有客家零化石壁主地 以及客家文化博物馆 来寻找两岸的客家缘分 我们这次动营了大规模的两岸三地 大概五十几名记者 包括电视电台报纸杂志 这次的主题 我们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 这里设定了很好的题材跟位阶 然后做很好的接待 走过李氏大宗词之后 搭车到附近连城县著名的培田谷村落 一路上窗外一片青山绿水 山民水秀的好风光 住在培田谷村落 已经几十年的吴美西老先生 在当地政府跟台办人员的邀请下 热心地向来自海峡对岸的台湾媒体 强调客家鲜明的成年往事 吴老先生说 因为千百年前五湖乱华的战乱 才由华北南迁到福建 广东跟台湾 吴老先生含着泪水感性地说 台湾大陆就是一家人 骨肉相连根本不能分离 一个从历史来看 台湾福建本来就是一个海洋相连接的 我们这原来是一块大陆 那这说明什么呢 这是我们明珠的情节 我们几千年文明的长城 因此我认为台湾和大陆永远是一家人 连城县除了客家古村落 还有一个著名景点灌寨山 灌寨山风景区总面积123平方公里 适合游客登山践行 欣赏湖光三色美景 山上有一个427公尺高的石门湖 游客可以搭船游湖 石门湖不算大 搭船游湖一圈不过半小时的时间 但是四周有自然丰富的山水景致 就算是夏天空气好又凉爽 也是另一种客家旅游的浪漫氛围 我们这里是属于客家的一个民系 我们不是少数民族 我们是属于汉族 而且我们这里的方言是特别多 因为以前他们来到我们这 我们这是个商区嘛 所以的话呢 他们来到了这以后 大家呢就聚足而居 为了防御土匪 为了防御野兽 所以在这里的话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方言 来到福建品味客家风土人情 一定要到宁化县石壁镇客家祖地走走 除了品尝客家雷茶 体验木活字印刷术之外 幸运的话 还可以参加传统客家祭祖仪式 欣赏客家山歌 见证两岸客家文化的一脉相承 因为我们有台湾的整个归族 是从福建这边过去的 那他以客家人是崇尚简朴的行为 所以表现非常不错 所以我们非常去把这些文化带回去 给我们的民众去了解 已经举办六年的台湾媒体 清新福建席 这次特别安排台湾将近四十位的记者 深入福建西部寻根探组 也让台湾记者深深地感受到 大陆在各项软硬体方面的进步 更希望能吸引更多海内外游客 前来客家园乡 感受中华文化传统风情 记者陈文旭 杨静 黄晓晴 福建报导 谢谢大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